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探龙》精彩继续 《探龙》第154章 小冷秋这么一问 那李小子却忽然镇定了下来 神色异常地冷静 静静地看着小冷秋片刻 才轻声地问道你们是谁 李小子这么一问 杨子和小冷秋同时一愣 两人都意识到自己这次可能看走眼了 这个看起来离死也就最多叉口气的李小子 只怕也没那么简单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这个时候不会这么冷静 更不会还会去反问对方的来路 小冷秋立即递了个眼色给杨子 询问该怎么回答 杨子一招手让金与龙去接了自己的伴 盯着楼上自己一闪身就到李小子对面 看了李小子一眼就说 我叫杨子 这位是小冷秋 那位是金与龙 我们没有瞒你 也希望你不要瞒我们 我们也不妨明告诉你 如果坦诚相对 你还有得救 如果你不合作 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李小子一笑 一点头说 果然是你们 其实从我一看到你们 就已经知道 你们不是舍道人了 加上最近听到不少的风声 所以我一开始就怀疑是你们三个 毕竟你们三个就在杨家平 出现在这里 也不奇怪 杨子一挑眉 说 你知道我们 李小子一点头 当然知道 新人的六门公主 小家天才 加上一个超级富二代 你们这个组合 现在六门中人 不知道的恐怕不多了 小冷秋一停 脱口而出 你也是六门中人 李小子苦笑了一下 你刚才不是问我 那女人为什么这么对我吗 原因很简单 我姓李 小冷秋又是一愣 差一说 你是天通一门李家的人 李小子苦笑说 也算是李家的人 毕竟姓李嘛 不过 却是被遗忘了的李家人 杨子奇怪说 什么意思 李小子叹了口气 看了看 小冷秋说 当年李家与萧家 争夺天通门门主之位 李家落败 被迫离开杨家平 你们也都明白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会输的心甘情愿 何况李家 也从来不是 跟人输的家族 所以李家表面上 是离开了杨家平 却留下了一颗钉子 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虽然也是李家的人 却因为天资愚钝 没什么大本事 在李家一直都不亲眼 又不是宗家 而是分门旁支 所以一直不受什么重视 就将我父亲留了下来 在这里落了脚 为李家收集一些 有关杨家平的情报 可谁料到 李家这一离开 竟然再也没能回来 开十几年 李家还有人来与父亲接头 询问杨家平的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一家 就慢慢地被遗忘了 小冷秋一听 顿时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在杨子梅出现之前 六门之中的争权夺势 都是经常性的事情 特别是杨子爷爷 离开那段时间 为了能够得到杨家平的话语权 内斗达到了白热化 萧李两家之争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有争斗 就必须有情报 不论是大小战斗 情报都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像李家这样的败走 却不甘心的家族 留下一个情报收集人员 太正常了 但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局势逐渐稳定了 也许李家都已经没有 再回到杨家平的打算 而李小子的父亲 本来就没什么大本事 小人物一个 也没多大利用价值 所以就被抛弃了 自古以来 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绝的 人们都能看到 站在顶峰上 那个人的万丈光芒 却往往会忽略 这些底层小人物的付出 说起来也是一种悲哀 李小子继续说 可在我当家之后 李家忽然来了人 让我常进山打探打探 我很开心 认为终于有了一个亲会 心里也想证明自己 起码帮父亲 正会点面子 欣然接受 从那之后 我经常借着金山采药 去探亏杨家平 可杨家平一直风平浪静 起码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慢慢地 我就失去了信心 可这个时候 我在山里 忽然遇到了春三娘 我见她漂亮 一见清心 几次结束之后 就表明了心意 可春三娘却说 我家太穷 没法让她父母满意 但她自己 对我是十分满意的 所以替我想了个办法 还给我找了两只猴子 听到这里 杨子和萧冷秋 已经明白了过来 李小子所说的春三娘 应该就是那个美艳女子了 以这女子的容貌 想勾引李小子 简直是小菜一碟 其实别说李小子 一般男人 只怕都逃不过去 这娘们之所以 嫁给李小子 根本就是个全套 只是不知道 李小子这样的家事 有什么好套的呢 要知道 李小子最多 也就是李家的一个探子 根本就没有 多大的利用价值 李小子继续说 我当时被色相蒙了心痴 对她是死心塌地 最后经常进山 与她私会 直到有一天 她让我训练小猴子 说在大山之中 有一峭壁 峭壁半腰之上 有一悬空墓 墓里的陪葬品 如果能够拿出来的话 可以换很多很多的钱 到时候我有钱了 买了大房子 她父母自然也就同意了 我那个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了头脑 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 为了能够得到 那些陪葬品 甚至残忍地 当着小猴子的面 将母猴子开膛扑肚 还将猴皮扒了下来 做上了一件猴皮背心 你们都知道 猴子是通人性的 那小猴子 原本与我甚为亲密 经此惊吓之后 就再也不敢与我亲近 我虽然心中愧疚 但已经是色欲熏心 狠心训练那小猴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小猴子很快就可以 按照我的指示行事了 随后 我带着小猴子进了山 在春三娘的指示之下 寻到了悬空墓之所在 让小猴子 让峭壁夺宝 果然屡屡得手 而且全是黄金 一块一块的黄金 每一块都有二两种 小猴子一次可以拿三四块 进程卖了 确实可以换取不少的金钱 但是 春三娘说 一天只可以在黄昏室进去一次 所以我每一天都带小猴子 捡取盗取一次 结果 有一天 就出事儿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长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